兵部尚书的儿子齐开宇断了手回到家之后 这事肯定瞒不过兵部尚书齐元 齐元找小四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直接就走到齐开宇的面前 仰手就给了他两巴掌 你个混账 平时不扰金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当众射箭 还差点烧了陈王妃 陈王只是捏断你的手 算是命大 但真该一件剁了你 我们家也少点祸事 齐元家中人丁不忘 到如今南丁也就只有齐开宇一个人 他的母亲把齐开宇给宠上了天 齐开宇被迅的头都是大的 缩着脑袋不敢说话 齐元看到他这副模样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动手就想揍他 他们家因为有这个逆子的存在 不知道多了多少事 只是齐元的手才刚刚扬起来 就听见一记苍老的声音传来 你给我住手 我的孙子今天受了这样的罪了 你居然还打他 齐元一听到这几声音 头都是大的 母亲 你怎么来呢 我若是不来 你是不是就要打死我的乖孙呢 齐老太君黑着脸道 齐元只觉得头都大了 他每次要管教自己儿子的时候 齐老太君都会跑出来 每次都是管教无果 最终的结果就是儿子成了顽固 他硬着头皮 母亲 今天这逆子 差点就射杀了陈王妃 陈王妃若是有事 不说陈王了 就是威远侯 也不会放过我们 再这样下去 还不知道他要闯出什么样的祸上来 齐老太君原本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但是在齐开宇的事情上 他从来就不知道讲道理为何物 我不管这些 反正 你就是不能打我的孙子 你要是打我孙子的话 就先打死我 齐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哪里能打自家的母亲呢 看来今天 他又不能管教七开宇了 他跺了一下脚 府里的管事来报 老爷 陈王府来人了 齐元微微皱眉 觉得玉锦绣实在是有些得理不饶人 都把他家儿子的手给折断了 这会儿还要跑来他家里面兴师问罪不成 只是今天的事情 终归是他理亏 这会儿也不能不见 当即便拉长了脸走了出去 来的是纪雪峰 他轻施了一个礼后 开门见山的道 我是带我们家王爷来给大人送一样东西 齐元的眼睛里有些不解 纪雪峰已经拿着两只剑递到了他的面前 齐元看了纪雪峰一眼 伸手接过剑来 他一眼就看出来其中的一只剑 是祁府里专门用的剑 上面刻了一个旗子 而另一只只是普通的剑 他有些不解地朝纪雪峰看去 纪雪峰诞生道 齐少爷今天出门时 身上带的弓箭并没有贵府的印记 而射向王妃的剑上却有着贵府的印记 王爷觉得这件事情 是有人故意挑拨成王府和贵府的关系 齐元的毛光深了些 自家府里那些带有印记的剑 平时取用都是要登记的 管得慎严 齐开宇喜欢胡闹 他怕齐开宇闯祸 所以府里的剑等闲是不让齐开宇用的 他问纪雪峰 王爷可知道是何人所为 王爷若与大人交物 何人受益最多便是何人所为 他说完又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递给了齐元 王爷今天关心王妃 当时气怒之下 伤了令狼 特令我来给齐大人赔个不是 齐元的毛光微微闪动 他是京中的老油条 熟悉官场里的道道 玉锦修在他的眼前 一直都是能争善战 却缺了些事情恋达 如今看来 却是他看错了 玉锦修这般处事 当得上老辣儿子 齐元拱了拱手 王爷客气了 今天之事实施权子无状 赔礼便不用了 我还得感谢王爷 对权子的管教 季雪峰也不知道 他这番话里 有多少的真心实意 又客套了一番 最终齐元收下了 季雪峰的银票 季雪峰走后 齐元立即将今天 跟着齐开宇出门的 小丝换来 问清了其中的细节 齐元很快就知道 今天齐开宇出去带的剑 并不是府里的特制剑 而是寻常兵器铺里 买来的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